Hello 大家好 我叫玉天 我是一个画家和插画师 我来自多伦多 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们聊一聊我的艺术之旅 就是我小时候就是独生子女嘛 就经常一个人在家 然后我父母就给我买了很多那种 教画画的那种录像带 然后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自己一个人看 然后就一边看一边学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他们发现我有这方面的天赋 所以就一直我们家也很鼓励我学画画 然后我从小就是重来就是上画画班 然后也没有学过其他的兴趣 然后就是一直画画的那种录像 我的东西都是pain from life 就是我喜欢写生 然后呢我很 我很重视自己的技法 然后我的笔触感比较强 比较接近印象派 然后我追求的是一种比较挥洒自如的一种效果 对然后呢我可能比较emotional 因为就是想如果画人的话 我很想要他的一个这个模特的一个精神状态 一个氛围 然后想让audium也可以感受到那种我所想要表达的一种emotion 或者是一个move的这样子 很多人会给我一些很好的response 就是我可以跟不同的人就是交流 然后他们会给我很多很好的很有用的很inspired的response 然后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我可以就是approach to people with my art 然后呢我觉得很很认识很多朋友 而且有的时候呢我都没有办法想象我的画会给别人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力 就有一个collector 他呢就是收藏了两幅我的自画像 然后呢他的哥哥就是半个月前去世了 所以他觉得他看到我的画好像对于他来说这种心灵上的慰藉 因为他就每天可以就是让自己进入那种欣赏艺术的那种精神状态当中 所以他就可以淡忘了这个失去哥哥的痛苦啊 而且他做的以前也是一个画家 所以呢我们两个画画的方式有点像 所以他就觉得很我的画可以connect to his brother 然后connect to 他自己的这个心情这样子 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所以我的画竟然可以安慰别人 我觉得我的画就是我的个性就是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就做得很不好 所以我就一定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才会觉得 就是完全是按照现实考虑我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个我passion的一个职业 我觉得那样子才首先那样我觉得只有做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才有可能会成功 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自由 我就觉得当画家的那种自由是别的行业 就是别的那种安稳的行业所不能够取代的就是那种很释放 然后很很就是又可以和大家交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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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